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 國民黨在台北來由南港留委的初選 本地是有少許跟李感受兩個女人的大隊伍 說郝友宜出面來協調調 有少許他替算 先傳到李感受 不過也應該來到民進黨的批評 說郝友宜無心事證是國民黨的新潮王 郝友宜來回應說不潮 只是聽他們兩個人的意見 聽他們說理念而已 郝友宜全補退出港澳區留委的初選之後 馬上在臉書發文書 說市東部希望他專政蘇林台東區 調整到王世間 郝友宜也退出他跟韓國儒做規協的商品 說他去請教韓國儒要怎麼對付王世間 韓市長跟回應說 你如果去選就要每天都 下頭以臉 你的對手都每天都有頭臉 決定停止出選 郝友宜也退出港澳區入委選舉之後 郝友宜隨地臉書 什麼事想想 跟全國儒市長韓國儒作規協商 說他看到韓市長頭一句話就說 是要來討論的 問韓市長 市長沒有要我考慮去挑戰你的老朋友 這要怎麼 韓國儒想一個 郝友宜笑笑的在說是胡龍王 韓市長回應說你如果去就每天 請問笑容被選 你的對手都會有頭臉 郝友宜去過一部韓國儒有建議說 去蘇聯台東區對建民進黨的王世間 那一天也在場的刺客心有答案 他都沒有特別勸勁或是勸退或是不勸勁這種 我覺得這個是他自己的個人的選擇 那如果不是他自己做出這樣的選擇的話 那也沒有任何人能夠強迫他 好朋友其實也說真不敢 看得出來優秀給他感受很誇張 說在他起來是看得很長的 當時大跟好朋友在家問候的消息 很感動也很感謝 不過經過了解 我市長學友宜出手來瞧 是優秀給他決定提算的關鍵因素 郝友宜批評說 郝友宜是先超翁 尚共的旗幅 郝友宜出手協調 共同地明年立委選前 婚進合局 加速報局的卡榜